行刑是要付出代價的 被網民封為深水埗Elwha的這個新車房組合 星期二因為抄牌問題 指罵交通督道員不單被警方拉了 還連累整條街被人抄牌和拖車 警方星期三再接再例 來到深水埗福華街和風樹街一帶執法 見一步抄一步 就連隱形戰車都出動了 附近的車房就真是多得他們不少了 有沒有影響啊你自己 當然有啊 為何沒有影響呢 以前這條街是崩平浪靜的 無謂喊殺 有甚麼喊殺 即是很公道 不抄都抄了 他又說短期內都不敢把車停在路邊 就算有客想整車都會叫他們改旗 有其他車房的負責人就說 深水埗Elwha一向火爆 如果有人不小心停車在他們門口 都會被人用粗口問候 警方就說 星期二的執法行動 一共拖走三部為例車輛 同發出一共47張告票 至於被捕的幾個男人 就因為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和違反口罩令 正是被扣留調查 交由反三合會行動組跟進